剛剛講說 你今天黃三三不講也就算了 你一講大家去查 你今天辦活動的錢 你去台南那個錢 根本非常荒謬 而且我們再去查 很多誰幫你辦活動 都是剛剛講 都是時樂 都是尼奧 而且時樂跟尼奧的錢 都比民進黨 都比國民黨的錢要貴 很多很多很多 大家想說這個到底 他怎麼可以用這種方式來報仗 還有戴麗玲跟黃三三 到底怎麼關係 黃三三還沒當副市長 是當台北市議員內湖南港區 然後戴麗玲他那個大樓 就在普全派會所旁邊 在附近 然後有一個服務案件 然後應該是法服的案件 他就找了 那時候他們不認識 那後來社區呢 當然戴麗玲很熱心嘛 當委員什麼 把黃三三找來 把它辦得很好 很認真 很認真 那他們就發一個 他就代表這個社區 就發一個聘書 法律顧問就是無幾值的 變錢的 從此戴麗玲就變成他條阿咖了 所以戴麗玲 你說戴麗玲是黃三三的條阿咖 是 所以就支持他 其實戴麗玲是藍君 他跟高婉芊比較熟 因為他跟高婉芊的 他們兩家的小孩 種族麗玲的老婆 對 他們兩家的小孩 就是讀父親小學 同班同學 家長會員要什麼自然熟 所以高婉芊熟是比他先 好 那再拉回來 然後呢 所有 大概所有的黃三三的選市長的活動 都是他辦的 都尼曜他們辦的 然後這一次呢 那當然我就打聽了一下 他這次被檢察官叫去 就很有意思 他去為什麼25分鐘出來你知道嗎 就把所有的帳 不是口頭 口頭講話慢嘛 對 都弄成白紙黑字的 準備好了 準備好很清楚 都打字打得清清楚 那就送給檢察官 檢察官看一看就問兩句 大概問了25分鐘就出來 檢察官 他的說法 檢察官相信他那個帳都清楚 那就帳沒問題啦 沒問題 然後一開始的時候 檢察官又嚇他呢 他說如果你不老實話 你說共謀 我就深壓你你知道等等了 他說 他去的時候很害怕等等 好 然後呢 他這一次大概包了 可不是3500萬的活動 然後其中他說 他找我陳情嘛 康仁俊就要找我啦 916萬這個 他說我打死沒有開發票 那你怎麼可以 那怎麼報的呢 好 怎麼報 我跟你講有個小曲折的過程 那今天後來不是 大概一兩個禮拜以前 開始燒嘛 916萬啊 死樂啊 你要這些事情 他就很害怕 然後之後呢 然後後來就找了 到處求援 他是懶的嘛 找了懶的人來找我 找監察局來找我等等 他說 他說我沒有 今天我沒有開這三張發票 那你黃三山 怎麼可以把我報到 報到監察院 監察院報的時候 是防君子不防小人 其實不用什麼評證 報了就報了 事後再說先先報掉 錢太多充不掉 錢充不掉 都充不掉 那太多了 好 之後呢 他就很害怕 他說我沒有開這個啊 他就找我陳情 好 我說來來 我電視上我幫你講講 等等 所以重點是什麼 他打電話 那急啊 他先找我之前 先找了黃三山 他總幹事啊 又他是好朋友啊 他給黃三 黃三不接 然後黃三山不接 不接在來一定傳LINE的訊息嘛 黃三山一天半才回 他說好 我來問我來 然後問問 又沒什麼解決的方案 他急了 又去打給許甫 你知道 也沒有解決 所以這個事情就 等於是沒有解決 就擺爛了 所以他才尋求國民黨的朋友 尋求這個康仁俊 來解決這個事 所以他非常害怕 然後後來他到檢調區 後來我也不曉得 為什麼他有什麼底氣喔 我找他開記者會 我說你全部把它講清楚啦 到市議會我幫你開啦 他說本來同意 後來又反悔 他說要問問律師 律師說先不要跟議員開 先攻防 先弄好 免得他受傷什麼什麼什麼 後來過了兩三天 自己跑去上四個節目 對 我不曉得誰給他 所以你說 他在檢調之前 是不敢開記者會的 很怕很怕 去從北檢出來 就開記者會了 對 誰給 我不曉得是不是 北檢那個中主 給他的底氣 我搞不清楚這樣 這本來不敢開的 本來不敢開啊 我找他開他不要啊 因為那時候他壓力很大 他說很想 很想把它說清楚 說清楚就是 我陪你開記者會 記者問到保就清楚了嘛 916萬嘛 你怎麼跟黃三三通電話 徐虎不理你 整個總部都不理你嘛 那是去北檢之前 之前 之後膽子比較大 之前膽子很小 之後就大了 對對對 是這樣子 剛剛講說這個東西 大家覺得不可思議是 以前我在小時候 聽到李鴻熙演講 李鴻熙最喜歡講的是什麼 那國民黨很夭壽的 國民黨是吃黨吃天 有什麼吃到藏水 有什麼吃到清腸 什麼都吃 我現在看到他們這個競選 總部也是一樣 面子你也貪啦 這個所謂的民調你也貪啦 你今天這個所謂的裝潢你也貪啦 其實我跟他講這個造勢場 造勢場我覺得真的難看到 台南覺得太丟臉了 你再說出去 450萬 你要我覺得 你要在地的人怎麼去交代啊 是啊 所以蔡婉晴 為什麼第一時間就跳出來 因為有所有的小嫂去開攻他嘛 去開罵他嘛 看你敢不敢攻四八九 對 去罵他說 你台南原來你的錢 你這樣欺負阿伯 把阿伯的錢全部花光光 你這主委蔡主委 你這很叉叉叉嘛 難怪他要發布自殺聲明 所以他第一時間出來發布自殺聲明 就是告訴大家說 這個錢不是我花的 這些廠商不是我找的 全部都是中央黨部找的嘛 而且他還講什麼咧 他為什麼出來發布自殺聲明 除了小草出征他之外 是包含民眾黨的中央黨部 都打電話關心他嘛 他還說你最近還好嗎 你話不要亂說 有一些事情 不知道就沒關係 這幾天媒體壓力會大一點 蔡前主委你要忍住喔 蔡前主委忍不忍 當然不忍啊 因為475萬 多離譜啊 又不是大家沒有去參加過造勢晚會 哪有一個大約5000個人的廠 要花475萬 我告訴你 這講出去真的沒行情嘛 而且我看到蔡婉晴 講到一個 欸 我也是從小跑到大新聞 你知道嗎 皇帝不拆二兵 以前我們就跑新聞 就說我是當記者 我一定會吃到飽 不管你是炒米粉還是米粉湯 我一定會吃到飽 他說我覺得什麼 當天活動的便當 本來是要地方黨部待定 結果在15號半夜 黨中央臨時報說廠商自己訂 結果廠商便當的品質很多 說欸 擦到沒有人吃喔 根本不吃就把它丟掉 還多出了十幾個便當 就臨時取消 哪有人辦活動這麼丟臉的 可是不是啊 那個到最後便當還擦到 多到大家丟掉 這不是很沒有邏輯嗎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地方辦活動 吃喝拉撒 一定都叫地方準備 為什麼 因為快嘛 好不好吃地方最知道嘛 所以你連便當的錢都要賺 不是 你連便當的錢都包在這裡面 你到底要隱瞞什麼 所以那一天戴麗玲說啊 這個廠商說 大家都說475萬很貴 可是我列出來哩哩哩哩哩 列了一堆 檢察官看完說 你真的辛苦 你做這麼多事 我就要問一句 如果民進黨可以每一條帳都列出來 為什麼民眾黨列不出來 對不對 你民眾黨也可以列出來啊 戴麗玲你也可以給報價單啊 你每一筆都列上去嘛 你這樣也讓蔡婉晴好交代嘛 你蔡婉晴就可以說 這所有的東西 真的全部都是中央黨部弄的 不是我弄的嘛 然後包含這個戴麗玲 剛剛講說那個椅子啊 一張啊 因為在選舉後期啊 要50塊 100塊 我跟妳說這真的沒行情 我以前的競選總部 鄭文燦在桃園選的時候 我曾經去幫過他 我就是活動主了 哪有一張50塊 100塊 我給大家看一下 你知道50塊 100塊 是什麼樣的價錢 你知道嗎 是可以買一張椅子的價錢 大家看一下 這是60塊耶 一張椅子 而且還是台灣製造的喔 60塊 所以你這個有沒有行情 你有沒有仿價嘛 所以他們都搞一模一樣的東西 剛剛講的 你去租胖卡 租胖卡一個是80萬 一個120萬 租了價200萬 大家覺得不合理 搞了半天 這個還是中股的 中股 剛剛講 你今天一張椅子 你租到50塊跟租到100塊 你都可以買一張新椅子 同樣的 你接著去買胖卡 跟這個發財車 你也都可以買新的 結果你租的錢 比你買的錢還要很貴 民眾黨都是搞這一套的 是啊 而且他租200萬耶 租200萬是什麼概念 如果一台車是70萬 他已經再加10萬 可以買三台耶 你可以買三台的錢 你為什麼租200萬 這就會讓人家覺得 而且你又是木可公司買下來 然後競選總部跟木可租 人家就會覺得你的金流 是這樣流來流去嘛 所以今天黃珊珊 自己出來查賬自己說明 我告訴你就是球員兼裁判 暴障的是誰 黃珊珊 查賬的人是黃珊珊 所以怎麼查得清楚 一定查得不清不楚 他只是出來吵架而已嘛 然後我告訴你 我要用一下我的前輩 王世堅委員的話 他說柯文哲就是詐騙集團 詐騙的人最終的目的 是成立的詐騙集團 現在詐騙集團被發現詐騙之後 會承認自己詐騙嗎 當然不會嘛 會一直騙 所以咧 我覺得今天黃珊珊跟陳志涵 出來開記者會 難怪他完全講不清楚 說不明白 只好繼續騙大家嘛 剛剛講的 今天黃珊珊不開這個記者會 也還算好 開了以後 剛剛怎麼講 開了這個記者會之後 大家覺得你真的 你真的阿伯就真的 信任那句話 把人家拚酸皮 一直拚銀皮 你所有的賬都比人家貴很多 說報告大家一個好消息 因為已經預告了 明天下午兩點 再開這個記者會 為什麼呢 你開了這個記者會幹嘛 就是把自己搞爛 把大家搞得一塌糊塗 搞到不想聽他們講話嘛 因為他講的東西 有沒有講出更多更新的 然後更震撼的 還是有本事的話一次解決嘛 對的 那現在這個樣子 剛剛一直在傳說 剪掉會有動作 剪掉會有動作 他真的會有動作嗎 剪掉當然會有動作嘛 那麼在此之前我告訴大家一件事啊 他今天開記者會的時候 我本來我很仔細聽 為什麼 上禮拜還記不記得 民進黨台北市議員 顏洛芳不是 直接提出一個質疑 有關於幽靈計程車 我在開玩笑說 幽靈買車 幽靈買車幽靈計程車 130筆嘛 他今天有說 這他有在裡面特別講說 那個130筆對不對 是什麼 他又牽扯到 鬼扯到這個 蔡英文也有 ABC000對不對 然後賴清德說 連車他都沒有報等等 他去講這些東西嘛 他的意思就是說 怪怪 是中央的這個 等於說民進黨政府 沒有做好相關的這個計程車嘛 才讓他還說 我們身為乘客的人 我們上車 我怎麼知道這輛計程車 有沒有問題嘛 然後呢 你自己中央的電子 電子收據沒做好嘛 所以才這樣子過 他今天還是就這個東西 還是這樣罵了一頓對不對 我告訴大家一件事 你知道嗎 閻洛芳所提出來的質疑啊 他都沒有回答 為什麼 因為閻洛芳130筆的這個相關的 被他們抓出來的裡面 只有3筆是ABC000 就是跟這個 那他們所指控的 什麼蔡英文這樣爆章一樣嘛 其他127筆都不是ABC000嘛 很簡單嘛 其中車號不是計程車的68輛嘛 沒有車號的29輛嘛 報廢跟其他的33輛 我問你嘛 為什麼報廢的車子 會出現在裡面 為什麼沒有車號呢 根本就沒有這個車號的 這個計程車你們報的 報帳的會在這個裡面 為什麼車號不是計程車 會在裡面 我告訴各位 我只是想到一件事 因為他這次不是講說 哎呀這次 因為第一次報帳的話呢 因為他們是第一次選總統嘛 所以不需要憑據對不對 不需要憑據 但是他們一定有留底嘛 因為這個監察院 隨時要查的話 你必須提供相關的 這個計程車的 報廢的單據嘛 你知道台灣的計程車 除了這個所謂的電子 就是你把它印出來的 那個電子印出來之外 大部分都是用手寫的單據 為什麼 因為計程車是嫌麻煩嘛 那我問你們 手寫的你們到底有沒有 用手寫的單據 你知道手寫的單據 就會出現什麼事 你們要把你搭上的計程車號 當時直接把這個車號 弄下來的話 你如果手上拿了一大堆的 手寫單據 我到時候隨便報個車號上去 就有了嘛 那你這樣子會有法律問題的 你知道嗎 這是會有法律問題的 那你到底車號是亂填的 你是不是到底這樣亂填 要不然我怎麼會出現 29筆是沒有車號的嘛 為什麼會出現的嘛 好 那在此 除此之外 他們不是還講了一個東西嗎 黃珊珊記者會 一開始就講這個東西 有關於96萬的 那個素食餐廳的話 是誤報 是960塊嘛 我問你嘛 你的讚良小姐姐 今天出來跟你開記者會的那一位 他出來 他跑到人家的媒體那邊接受訪問說 這又是會計師登陸錯誤啦 9萬6 他沒有是9萬6嘛 幾個小時以後 他的先生 你這個民眾黨的副秘書長 許甫出來打臉他太太說 不是啦 是960塊 我問你 96萬 9萬6 960塊 我要相信民眾黨的哪一筆帳啊 所以事實上 這些所有的到今年為止 還有柯文哲講的那個 被林亮君打臉的那個 所謂的93% 都是用現金去捐款的部分嘛 他 柯文哲怎麼講 勾錯了 你這沒有勾錯這個問題耶 你知道嗎 所以怎麼可能勾錯 因為很簡單 因為這個絕對不可能是現金 因為你是支持者 九成以上都是小 都是年輕人都是小草嘛 他們一定是用這個相關的網路啦 還是網路銀行這樣捐給你嘛 那至於 那麼 剛剛寶傑問說啊 檢調會不會辦 一定辦 禮拜三是由台北市聯益中心 先約談這個 他的太太 陳佩琪嘛 那一定辦 到底是哪一天 我跟你講 連法務部長都不敢透露 很簡單 但是一定辦的原因是因為 很簡單 包括那個 吳寶請回的李文中 你知道為什麼是證人 而不是被告嗎 證人不能請律師 而且證人要先拒證 拒證的意思就是 你給我拒證簽名了以後 不管有事沒事 你只要講一句作證的話 是講錯的話 你就是偽證罪七年以下有行徒刑啊 檢察官在辦案的時候 是很細的 所以呢 先把你放回去 各位 五保釋放 後來再把你請來 請來以後 當場用被告 把你逮捕收押的案例 在台灣 太多太多太多了 所以柯恩哲 你說你在你那個太太 陳佩琪生日那天說 希望檢調單位 趕快傳你啊 你放心 你給你太太的生日願望呢 一定會達成的 啦